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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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新一个星期的千禧年代 我是叶冠林 今天是星期一 3月5日早上 讲讲天气情况 先说现在24度 相对濕度91% 今天我们千禧年代 开始继续 都會繼續跟進財政預算案 請來局長和我們仔細講講他的政策範疇 今天早上請來局長 就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早晨 早晨 易冠林 早晨各位聽眾和觀眾 今天可以集中講講 局長的相關範疇當中 包括旅遊 大家都相當關注 這次有些旅遊的措施 例如會駐之內海洋公園 另外有些派票 大家怎麼看打來講一下 172311 另外也講到對中小企的支援 有些基金都會加了一些金額下去 幫不幫到你呢 過往你如果有申請過的經驗是如何呢 不妨打上來直接向局長提問 香港財政預算案之前 有一個問題也想先跟局長談談 就有關現在環球裏面 有個所謂貿易戰的可能性 因為美國那裏就說 會向進口的鋼和鋁收關稅 世界很多國家都反對 歐盟反對 特朗普講講一下 現在就說歐盟這些車 我也想想是不是收了稅 似乎可能會有貿易戰 香港你怎麼評估這個可能性會怎樣 我記得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去參加亞太經濟組織的會議 以及在世貿組織的會議裏面 我發現裏面也在說 在大局來說 似乎隨著全球一體化 經濟的條件在100年來似乎是好了 但是貿易的壁壘和貿易的糾紛 仍然存在 我當時也提到 其實自由貿易的好處是避免了有貿易戰 什麼叫貿易戰呢 就是你去阻礙我的貿易 我阻礙貿易 而且有時大家鬥氣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有些報復措施的時候 就越演越烈 如果一些經濟體系相信透過建立貿易壁壘 譬如說抽重的關稅 又或者是用一個數字上限制某些東西 能夠達成他自己本國的經濟利益 很簡單來說 你這樣做 別人也一樣這樣做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尤其是大國 因為千絲萬縷自己的經濟體系裡面 你今天去說是鋼材或者是鋁材 但是你自己在用的 從生活上的沙泊冷餐 以至到汽車飛機都是這些原材料 怎麼能夠說可以 透過控制某一種產品 而期望可以保護到自己的其他方面 而如果大國之間有這個糾紛的時候 往往好像香港這些地方就會很吃虧 因為我們信奉的就是自由貿易 我們也不會對其他人家諸任何的貿易壁壘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為什麼是 譬如在上星期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已經發聲 就是就著美國對香港一些不公平 單邊的 以及不符合世貿的措施來講 我們要發聲 我們希望在大國之間 要有一個自制能力 不然其實通常來說 就是雙輸不是雙贏 你評估世界上真的出現貿易戰的機會大不大 還是說說說 我覺得要互動 譬如中美已經是世界上 頭兩個最大的貿易夥伴 如果他們之間的貿易情況 是出現一些衝突的時候 那個影響也不是單單這兩個國家 譬如你看到美國今次 他對剛才所採取的措施 受最大影響是跟他日常 不是最多在隔離的加拿大 所以其實很難去說 所謂Ring fence 很難去劃定 我只是想針對大陸 其實今時今日很多產品 我們日常用的產品 真的來自世界各地 企業的結構也是 一間公司不只是在一個地方 可能有其他地方生產 也有很多聯繫等等 所以我想在這裡來講 希望抑制 以往我們也依賴 世界貿易組織 這類多邊的貿易制度 去調解去處理這類的糾紛 但可惜的地方 世界貿易組織也因為 包括美國在內有些取態 其實在它處理貿易糾紛方面的能力 其實比以往也削弱 所以香港是要時加留意 看看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必須要在適當的時間 具體力增 表達我們的關注和意見 香港會不會向世貿提出抗議 我們都在研究這個情況 因為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做 因為世界貿易組織裡面 也就著關稅來說 有一定的措施 成員國或成員的經濟體系 不可以肆意自己去超越 它原本確定了關稅 縱使它提出的理由 譬如說國家安全的理由 是可以成為一個抗辯的理由 但也要合乎比例和合乎情理 所以這類的東西 我相信在我們香港 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之下 我們也會保留我們這方面的權利 實際上對香港 精髓的對香港影響有多大 現在我們的鋼和鋁的 其實是漸跌 如果我們單單看上星期初 商務部的報告裡面說的 對鋼財和鋁財 實施額外的關稅 即23.6% 香港受影響只是鋁財那方面 而且那個數量比較少 我已經說過了 香港出口的美國 一年大概是3000萬美金左右 但是物欣害小而為之 因為如果是這麼小的時候 通常它對個別的企業 或者行頭的打擊反而更大 你想想 譬如我們的出口 佔美國鋁財的入口 百分之零點二 但如果它對我們這間廠 或者一些小量的企業 實施這個關稅的時候 這類的企業來說 它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一夜之間 它出口的鋼財 貴了23.6% 它是一個國際競爭怎樣呢 所以雖然你說在這次裡面 它提出來的只是 女才方面的影響較少 但是我們關注的是 除了個別的廠家企業之外 還在一個大局上面 就是面對現在的國際環境裡面 很多時候用貿易作為其他的 一些地緣政治的手段等等 這個是我們真的要關注的 有沒有個別的廠家向政府求助 我們其實在收到美國商務部的調查報告之後 我們已經是跟香港所有的相關商會談談 在我上個星期二出來之前 前一晚我亦都跟香港五大商會坐下來 就著他們尤其是在出口這一方面的 企業的代表來講都談了 亦都了解了他們整體的情況 我們亦都跟美國商會 他們是美國人在香港商會 但其實都是我們一部分 都反映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是非常關注的 讓大家知道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的體系 一直以來我們的成功都是靠我們自己的競爭力 我們希望鞏固這個國際經貿的環境 不如說回財政預算案 當中有幾個大項都可以今天仔細談談 繼續有我們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先說旅遊方面 旅遊很多人都下了一個關注點 就是海洋公園 事關政府說未來幾年會合共撥款3億1千萬 支持海洋公園發展教育旅遊項目 另外還說海洋公園會給本地中小學生一萬張票 很多人就關了一張票 先說回整個海洋公園的想法 為什麼會用一個撥款給他的形式去處理 整個預算案裡面就住旅遊業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藍圖 記得上一次我們在施政報告的時候已經說了 我們有四大方向十二個措施 這次我們再詳細說明那個方向是怎樣 中間是有提及海洋公園 因為大家記得在香港來說 如果你要推廣旅遊 簡單來說你可以用一個二分法 一方面就是一些大的景點 這些景點是吸引旅遊 例如香港的主題公園 人們想起全世界只有幾個 或者開洋公園是我們香港品牌 很獨特的 人們想起我會來香港的時候 可能會去那裡 甚至是因為這些景點而來 另外一個大的思路就是 當然就是一些活動 就是城市 就是說來到香港那個月裡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好玩 可以參與 這兩方面都要做的 大家記得就是去年我們對迪士尼做了一個注資 因為它成立了二十年 有些景點的翻新 以及新的元素擺進去 大家可能明白到 就是過往幾年裡面 我們事實上旅遊是曾經有一個寒冬 我們的旅遊數字是跌了很多的 過往幾年是到去年才會回升 因為過往幾年裡面 譬如以海洋公園為例 它高點的時候 一年是七百多萬人次去 去到去年的時候是五百多萬人次 所以這些景點的更新 以及如何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作為一個旅遊業的吸引點 是經常都要做的 這一次來說 就是我們希望在 除了在我剛才說大陸 整個旅遊業的策略去做一些功夫之外 除了在迪士尼的注資之外 海洋公園我們都要處理 因為海洋公園在去年來說 雖然我們整體的旅遊數字是增加了 但是這個海洋公園的入場人數 仍然都在下跌 但是如果我們要討論 海洋公園如何在整個旅遊業裡面幫到手 都要看回它自己的強項在哪裡 在海洋公園的法例裡面 其實寫明海洋公園是做兩件事 一件當然是康樂 就是小孩活動 另外一個是教育 這個由始至終都是一個強項 因為它不是一個玩機動遊戲為主的樂園 其實它是用海洋生態 或者是一些教育的工作 吸引人進去玩的時候 也有一個教育的元素 如果大家有帶小朋友去的時候 你看到即使是去一個海洋館 你不只是去看魚或者海洋生物 你可能也都在線路的時候 你看到很多知識的東西 也都有一些互動的東西 甚至有些是可以實物 甚至可以接觸的 這類海洋公園也可以說是一個學校以外的課堂 所以整個計劃的目的就是 那三億一千萬 原本的用意是做兩個工作 一個就是巡住海洋公園 一向都做開比較好的教育 尤其是生態、海洋生物、環境教育 這類的做一些工作 另外一個就是利用它在人工湖 它修建完成之後 也都做了一些光影的活動 吸引晚間的時候一些遊客進去 這兩方面你可以說對象有一點不同 前者教育那裡來講 如果我們可以多些人去到海洋公園 除了去玩之外有一個教育的元素 很明顯就是學校一個對象 因為海洋公園本地的遊客也佔不少 海洋公園有百分之十六的遊客 其實是家庭為主的 很多都是本地 他們去到的時候 我們希望如果能夠用這方面去做的時候 可以做得好一點 所以因此在這個計劃 做這兩方面的工作裡面 海洋公也會主動針對本地學校派發一些票 但是他上個星期五都出來說了 就是他會以學校為單位 方便到學校 譬如當作一種戶外活動 課堂以外的學習 帶同學生去看可不可以有這個幫助 但回到給錢他的方式 過往有見政府撥款給海洋公園 或者想幫他的時候 都是用一種不是直接撥款的 是貸款的形式收息 這次是不是很少見的 做法直接放3.1億進去 其實這個你可以說是一個 針對他在接下來的兩年裡面 如何去定位的時候做一個工作 因為海洋公園長遠來說 都要想一想 他自己的定位如何 大家也看到了 海洋公園最初成立的時候 還有很多海洋生物的表演 但是全球來說 現在這些都由於動物權等等 減得很少 他一定要走一條新的路 當然他也加入了很多機動遊戲元素 但是歸根究底 海洋公園可能也要走一條 他自己與別不同 還有可能有一個特色的地方 走生態教育的路線會不會是一個 所以希望用這個撥款 跟他合作的時候 看看可不可以走出一個新的方向 再長遠來說 我們也要想一想 公園的定位是怎樣 因為他有新的景點 有新的酒店富人樂城 也有新的水上活動樂園 但是長遠來說要怎樣 我們也要花點時間去想一想 過往的做法都是借錢給他 再收息 這次是直接放生 這個方法有什麼 為什麼會有不同 最大分別就是以往貸款 那些就是一些建設的措施 就是他建一塊東西出來的 那些可能你是用一個貸款的形式 他收錢的時候還回來 但是這一次我們剛才所說的兩個 是一個活動的形式 就是說讓他加強他與學校之間 尤其是青少年朋友 去利用他的教育設施去做 這個是活動 這個活動來說就是 你可以說是他一向來有做的 不過他未必有做得這麼廣泛的時候 希望政府透過這些不撥款來說 令他做多一些這類的教育活動 海洋公園一直都是一個自負盈規的方式 這次放3.1億下去的方法 是不是過往都沒有這麼直接 譬如他可以 你說搞活動 他搞很多活動 但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賺錢 是不是在這個環境之下 政府真的要幫他轉型也好怎樣也好 我剛才也說過 海洋公園本身其實都面對一個轉型的問題 因為一來過景點本身是 有一些要與時並進 周邊有很多挑戰 周邊地區也有很多用 其實有些是用了海洋公園 幾十年前開始成立的主題 所以他將來怎樣定位 怎樣發展 怎樣成為香港一個重要的景點 這個是我們要推廣的 另外你看到譬如他都幫到我們在旅遊發展 譬如晚間旁晚的時候的活動 近期來說 用了一個免費的形式去給人入場 在他那個人工湖附近 這個對於我們旅遊業也好 有一個吸引就是 很多遊客來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爭取過夜客 長一點的時間 晚間確實來說不是很多地方有這方面的條件 能否在他那個光影的表演裡面 吸引遊客 變成整體上對我們的遊客數字都有幫助 因為旅遊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重點 整體上旅遊佔的GDP是5% 如果你說是就業的7% 你想想我們每年這些大型的主題公園 其實他所聘請的人一點都不少 也很多時候往往是一些我們年輕人 就是喜歡向往的工作 因為這些不只是去管理一個公園 有很多是設計意念的 有很多是創意產業的 所以其實這個旅遊整體上來說 其實香港是一個值得發展多元經濟的元素 也都是今次施政報告 長頁思思長在第五段一開始的時候 說我們三大目標的時候 也都說明要發展一個多元的經濟 不單為香港創富 也都為年輕人提供更廣闊和優質的發展機會 不過有些媒體訪問海洋公園的前董事 關注到多維今次這筆錢三斷一億 一部分就用來做教育項目 一部分就做光影 他就覺得做教育那邊就好像合理一些 因為如果做光影那些 覺得商業性質重一些 那些是否應該要政府給錢去做呢 他有一點質疑 但教育那些他就覺得應該是向那個方向 這次的三點一億有沒有說怎樣分發 通常那個財政預算 我的製作都是從大局去看的 因為都有保密等等 很多具體的細節 都要跟相關的單位去談談 所以我也一方面在聽大家的意見 也會跟海洋公園再商量 如何善用這個割款 對他本身 對他的受眾 亦對香港整體的經濟 看看是否可以帶來一些 我們原先構思的目標 各位聽眾 怎麼看海洋公園的發展 打來講一下 17231 今早就出來嘉賓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剛才就說了那3.1億怎麼用 另外大家關注的就是那一萬張票 哪些人有機會拿到呢 因為香港學生都不少 現在就有一萬張票 這個出來的效果你怎麼看 現在變了很多人 那3.1億就等於 好像用一萬張票換3.1億回來 你怎麼看這些說法呢 我想是大家最初用一個簡單的算術方式 除一除 但是經過我的解釋 上星期海洋公園很清楚解釋之後 我見普遍市民都理解 至於說具體怎麼做 大家去看看 我想海洋公園說得很清楚 就是他會跟學校合作 我想這個也是合理的 還有我見到也有些校長出來是歡迎的 因為課堂以外 怎麼可以令到我們的學生的學習 是更加豐富 尤其是我們現在很重視 就是一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甚至我們現在近來說很多STEM 即是科學方面等等的題材 這類如果有一個實物實境場景 對學習環境來說 學習趣味也有一個幫助 我相信 應該將來是一個個學校 一群學生一起去的 不是讓學生拿了一張票 回去跟家長一起去的 具體的就等到海洋公園和學校再商量 好 另外說回具體 香港有兩大主題樂園 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 近來人數 應該是虧損 都出現了 看到的確是 兩個都要政府給錢 現在給錢下去 是不是我們的旅遊業 不足以支援這兩個 可以自己搞定 還是你怎麼看未來的趨勢 我想要看整盤數字 旅遊業 我剛才說過 如果它說收入 它佔全香港的經濟收入5% 那個比例是怎樣 譬如說我們說金融是佔18% 旅遊其實也佔5% 旅遊裡面也請了7%的人 雖然它佔GDP的份額 沒有一些其他專業那麼大 但是它也請了很多人 所以要怎麼搞活旅遊業呢 全世界都是必然要有些投資下去 投資有兩類 一類當然就是一些基建式的 令到設施來講 能夠帶來一個大的經濟效益 譬如以往我們也計算過數 去投資一個主題式公園 我們不是單單說 那個營運上面賺回來的錢 我們都看一個大的經濟效益 譬如以往我們看迪士尼樂園也好 海洋公園也好 它帶來給香港的經濟效益 遠遠大於它的門票收入 就是剛才我說的 譬如請的人 相關的消費等等 而這類的大型的基建來講 有時候你也要看一看 它是否能夠單單用它的門票收入 令到它可以長遠有一個發展 以迪士尼樂園為例 政府是佔大概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 我們本身都是投資者 所以在它再向前發展的時候 都好像一門生意一樣 你也要做一些 對不起 也要做一些投資的 因為你不能夠與時並進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相對來說 今日一定會減少 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在以往亞洲區 日本也有 現在上海也有 幸好我們看到的地方 就是隨著我們逛幾年 在這些主題式的樂園裡面 那個持續的投資 我們看到的入場人數 譬如以去年為例 迪士尼有一個回升 而且在它整盤數 就是那個稅前的Ebitda 也有一個比較大幅的增長 去年是去到28% 就是說在一盤細數 或者在一盤大的經濟數來說 都是一個合乎化算 這是香港要繼續投資的 但當然也不能忘記了 除了一兩個這些樂園 因為香港確實是地方很少 遍地開花 不可能建造很多樂園 所以同樣還要在我們的旅遊藍圖裡面 說的是 怎樣令到旅遊的吸引力 多元化 內容豐富 這個就是要回去 不單是一些品牌式的 也有些生活經驗 或者是跟香港自己本身的 一些文化 傳統 地區特色的東西 將它連結在一起 你看到就是文物經 大館 深水埗的時裝 灣仔的動畫等等 這些都成為一些新的景點 更加不要說 或者是每年有其他的大人活動 正總一段來說 172311 我們稍後再談 今天早上請來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說的是財政預算案裡面一些相關的措施 剛才說了很多關於旅遊業的發展 這次見到政府會繼續撥款 例如旅遊業會有額外的3億9千萬 當中也有一些款項 下了海洋公園 有些其他的措施 大家怎麼看 打來講一下172311 172311 香港旅遊業應該怎樣做 會做得更加好呢 大家可以給予你的意見 剛才就跟局長說了海洋公園的部分 亦都說了一些豬頭樂園 想再說整體旅遊業的數字 因為之前剛剛推出了 看到現在都止疊回升了 那個勢頭是怎樣 那今年的預期又會是怎樣 我覺得旅遊數字會比較穩定 但是我已經說過了 我們著眼不應該只是單單一個數字 因為旅遊的數字裡面 不是只看一個大數字 譬如來的日子長一點的時候 消費可能高一點 如果多一些是多元的 不只是來購物的 可能來旅遊的 或者來開會商務客的 消費可能高一點 而且不同的遊客來到香港 可能聚集的景點都不同 所以在我們的旅遊業方面 我們有幾個大的方向去做 一個就是多元 就是希望遊客來到香港 不只是聚焦在一兩個景點 或一兩個地方 希望是多元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都要將內容豐富 不斷去更新 就是傳統上人們想起香港是甚麼 以往單單是購物之都 其實今時今日也不能夠應付旅遊的要求 第三個也要用盡 就是我們本身有的優效條件 譬如在今年之內 如果大橋和高鐵通車的時候 我們就和我們周邊的地區 交通聯繫方便了很多 以往一些可能要半天甚至一天去的地方 可能已經有機會即日來回 所有這些因素 對於我們自己整個旅遊業 都可能有一個不同的影響 我們要善用這些新的條件 而最後一件事也要利用科技 就是說遊客來香港的時候 現在很多人都不是跟團 可能是自己來 他對這個資訊 他對之前的準備功夫很不同 我們大家現在看到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是 就是你未去之前 以前如果你參加的團 就是坐在那裡看一個導遊 跟你說什麼 那你就完善去看 但現在很多人是先做了很多功夫 他想去哪裡 自己心目中有一個路線圖 在這裡來說 很多資訊的東西 就是要透過譬如科技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香港的旅遊景點 那個鋪陳 都採取一些不同的方法 譬如遊客都會說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很簡單的訊息 告訴他一落地的時候 在手機裡面有一個訊息 如果是在交通上面的 他可以怎樣去 有什麼特定的主題路線 他想去的時候在那裡找到 吃東西的時候怎樣 變成他已經可以 心目中有一個掌握 另外就是我們有一些 有本地風貌的路線 譬如我們說維港兩岸 或者中環那個文物經等等 我們都會跟一些科技的研究人合作 可不可以在那裡看得到 就是往日和今日的情況 透過一些科技的應用 我們可以將以往在同一地點 那個警官可能帶出來給他 這樣就可以回顧 亦都可以在手機拍照等等 可以做到一些這樣的效果 亦都襯托回香港 本身都是一個利用科技的城市等等 這些都是在接下來這個時候 我們會做的 還有一個就是必須要跟本地合作 有時候有些區域裡面 確實有很多很特別的地方 是可以展現出來的 以往可能遊客未必一定會走到深水埗灣仔 通常都是行街的商場 尖沙咀中環 但是其實在這些地方 都有很大的特色 所以早期我們說 在深水埗發展時裝的時候 怎樣將現有的深水埗的景點 和時裝作為一個主題 在今年之內 我們會嘗試跟旅遊發展局 合作做一連串的活動 未來幾年都會用這個主題去推廣一下 讓遊客有一個新的不同的感受 隨著剛才說港珠澳大橋 高鐵慢慢通車 帶來人流 是不是未來預計 我們都應該是一個升軌的旅客人數 我想旅遊的數字來說 很視乎整體的經濟環境 譬如我們所看的地方 香港的遊客 除了內地佔佔70多之外 其實也很重要的另外一些新的客源地方 譬如說東盟十國和南亞 以致到一些傳統在歐美的客人 其實我們近年來都希望盡量將客源擴闊 譬如說東南亞的客人 我們見到過往幾年來說 譬如菲律賓 譬如印尼這些人口很多的國家 譬如印度 早幾年的升幅比較大 後期因為簽證的問題跌了一點 但是這一類的客源是我們要耕耘一下的 這個就會直接影響到整體上 長遠來說客源會不會多元化 以及會不會增加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香港是不是一個好客之都 我們怎樣接待一些人 有沒有新的景點 會不會繼續投資等等 這個是一籃子去看 我不想在這裡做一個指標式的估計 但是我覺得如果能夠朝著剛才那幾個方向 在客源做多些多元 在內容上我們有多些東西給別人看 也充分利用基建的落成 我覺得加上好客之都能夠重建的時候 我就比較正面去看前景 早年當香港很多遊客的時候 曾經政府都做一個香港勝在旅客能力的評估 現在又開始跌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的呼聲 但是慢慢升的時候 可能每天都會回到這個問題 我們能不能夠接納到這麼多旅客呢 有沒有需要再做過這類的評估 其實每一天都出現這個問題 香港整體上應付旅客的評估 有些是硬件式的 譬如你有多少酒店房 你就會接待到多少過夜客 你機場 港口 交通的流量是多少 但是往往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就是說人們來了的時候 是否開心 消費高不高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相關的因素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去看香港的旅遊業 應該是看得寬一點 不是說我可以接待多少人 因為實際上也不可以就這樣落 我多了一個我不讓人來 事實上不是這樣 反而就是你要盡量利用香港有的深度和廣度 例如近年來 綠色旅遊的人多了 去利用我們那個交易公園 比如早幾年我們有世界地質公園 一路發展那些景點的時候 是吸引一些不同的客源來 香港也都譬如在經濟方面 就是蓬勃的時候 很多會展的客人來 這類的商務客的消費 遠遠高於平時的人 所以他們來的時候 可能住的酒店 消費也跟其他不同 所以怎樣在旅遊業那裏 有一個較為寬一點 深一點的發展來說 這個是重要的 為甚麼我們說在多元經濟裏面 旅遊業和譬如會展業 和創意產業是相關的 你剛才舉個例子 我去推動深水埗的時裝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在那裏設立一個時裝中心 我們希望將這些本地特色的東西 和一些年輕的設計師 如果將來能夠成為一個景點的時候 這個可能會帶動一些 譬如商務客 或者是創意產業等等 那這類的活動是互相之間 是有一個相關相連 聽眾對於旅遊業的發展有甚麼看法 打來講一下 1723而已 另一個見到在財政預算案裡面 提到和局長有關的 就是支援中小企 當中有好幾項的基金都會注資下去 這次似乎整個大方向都是 按一些現有的基金去注資 好像沒有一些新的想法 其實在半年前我們做這個施政報告的時候 我也檢視過我們對企業的支援 其實基本上有幾條線 一條就是專業的 我們有一個基金有兩億元 就是給專業服務的協助和支援 尤其是不同的專業團體 那裏有錢在 到現在還有接近兩億元 所以不是錢的問題 整體上這麼多年來 我們針對中小企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基金 早年經濟不好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幫他們去做融資的時候 或者做過擔保的 有一個很大的基金 也都近年來看見中小企 確實要做一些升級轉型 品牌建立、開拓市場 我們有兩個基金幫他做 也都在創意產業方面 近年來看過往九年 我們發覺有很多人 都是透過基金來看 真的可以在香港打出一些明目 所以其實現在來看 對於企業的支援來看 再加上創科等等方面 其實是不少的 所以反而就是兩件事 第一 夠不夠錢用 第二 錢用在哪裏 以今年的預算案為例 那兩個主要幫助中小企 去走出去建立品牌 升級轉型、開拓市場 這兩個基金 第一 我們要加錢下去 所以分別我們加了一個是10億 一個是15億 這個是為數不少的錢 但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我們會將這兩個基金 裡面的一些限制 把它打通了 譬如舉一個例子 以往我們說你開拓市場的時候 當然是以內地為主 但是大家知道 現在東盟10國已經成為香港的第二大市場 我們也跟它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 所以整個東盟市場 都是我們進攻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將那個基金 原先只是去內地做這個市場推廣 亦都可以給它去東盟 另外一些就是上限的問題 因為很多資金給它的時候 是要用一對一配對的 它其實都要自己出錢 譬如說它去參展的時候 它要出回自己的一份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這類活動來講 頻繁了 或者是要求高一點 所以我們將上限 譬如有些資助 由50萬到100萬 當然它要自己出回自己的一份 所以潮的路線就是 對於中銟市場的企業來說 讓它更容易用到這些資金 做它的品牌 做它的市場開堂的那些工作 這次看到有多行都是加額的 過往剛才你說也有些擦場鬆綁的 有些限制 過往你有沒有看到中小企說 申請的時候有沒有其他的難處等等 其實有的 那那些事情還有些甚麼呢 我們這次的建議 其實在我們的公貿諮詢委員會 或者跟不同的商會談的時候 過往幾個月跟他們談面的時候 很多人都提到這方面 因為一方面來說 它需要這些資金幫助他們 但另一方面 做生意人始終就是 你要我填很多表 或者申請手續很繁複的時候 它有時會確保 所以我們一方面在這些資金裡面 就是看看可不可以 在申請手續和範圍裡面 減少這些關卡 今天下午我們都特意搞了一場 就是工業貿易處會 就是要跟大概有一、二百個 就是中小企的代表 包括商會 就講解我們怎樣去減少這些程序等等 亦都令他們有個信心 第二個方向就是 以前那些人想起 你說中小企 譬如專業團體中小企 關不關我事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忘記了 其實很多的專業的服務的界別 其實他們本身都是一個中小企 因為他們請的人不多 不過是高產值 他們一樣是需要去開拓市場 建立自己的品牌等等 另外一條線 我們就是希望 專業團體跟商會一起合作 比如以往我講的 在我們看到一帶一路有商機的時候 最大的吸引力其實是我們的專業團體 這些專業團體以往 可能無論是會計、法律、仲裁等等 以往他在香港做生意而已 他覺得我不需要想其他地方 但是今時今日可能不同 他的商機可能是一些跨國性、跨界別的大生意 他可能就要必須要了解那個行業或那個界別的情況 因此在那裡來說 他專業團體跟一般的商會其實也有一個合作的空間 我們聽聽眾的意見 先用電話17237117231 今早請來加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 剛才說的兩個範疇 一個支援中小企 現在的基金很多都加了馬 幫不幫到你 17231可以打來講一下 另外旅遊業的發展 今次見到政府撥款3.1億 就比海洋公園的 特別是發展一些教育旅遊項目 大家可以講一下你的看法 旁邊有鄧先生在這裡 鄧先生早晨 早晨 鄧先生 接通了你 是 早晨 早晨 葉Sir 是 鄧先生 早晨 鄧先生 早晨 沒有 我們這班市民覺得 年年注資去旅遊發展局 就對譜 但是大多數的行業不公平 你注資沒有問題 你這樣做 你根本多兩個客人 你的酒店薄命加價 你的的士又劏客 這些買東西的又劏客 那你怎麼會做得好呢 你經常做壞的招牌 你自己的招牌做得不好 有時候是自然香的 自由市場 你自己做好一點就可以了 還有我們市民想反映猜響 每季應該是最多1000元 還有只可以一個單位受益 不可以益大地產商多留層 那些好像那些局長 陳茂波 楊偉雄那些都多留層 他就自己私私授手 好像梁錦松一樣 差不多需要引救辭職 OK好明白 很感謝鄧先生 請局長回應一下 我同意鄧先生剛才說 譬如旅遊業其實要全個社會都要支持 譬如說的士 酒店等等 所以香港我剛才特別提到是一個好客之都 我想我們去注資給旅法局去做 其實不是給他錢 是給他錢去做一些工作 因為在我們的旅遊業裡面 在外國來說也有些叫做推廣 一些推廣就是香港告訴別人 你來香港有什麼東西看 這裡一定是包括一些我們固有的景點 以及一些城市 近年來說我們特別是透過旅法局 是幫我們推廣我們的旅遊日子 如果看香港來說 每一個月份都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 譬如新年的時候可能是我們的花車 煙花 中秋的時候我們沒有火龍 這是傳統的 也有些是新興的 譬如說近年來說 這個電動賽車 這個電動賽車兩年之間 遊客所參與的比例 由第一年是25% 去年搞的時候是33% 所以有些人都覺得 你有這些城市的時候 都會吸引到 這類東西是要做推廣的 在海外做推廣 還有香港要去推行這些活動 譬如電競 我們去年嘗試投放資源 在香港做一次大的比賽 今年我們都會嘗試去做 能否吸引到一些人呢 所以這類的活動是要推廣的 亦都會做很多聯繫的工作 包括和本地的酒店 或者是旅遊的行業 互相之間去做 這個是要大量的工作去做 而我們也看到成績就是 過往一年裡面 整體上的旅遊數字 是穩定回升的 還有一個就是 在旅法局裡面 是有一個指標的 就是遊客的滿意程度 過往兩年來說 都是穩定的 輕微是上升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10分裡面是去到8.1、8.2 這個也是一個指標 因為這方面等等的工作 你很難單靠 當然我希望每個的士司機 每個酒店都做好他的本分 但是有些是全港整體來說 都要一些推廣的工作 就是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希望可以真的做好 推廣的工作當然要做 但是剛才鄧先生 政府很關注就是 我們夠不夠監管 剛才說的那些 的士司機 酒店的服務等等 那些是怎樣做的 沒錯 大家看到香港的社會來說 都很重視這些法規 所以你看到消費者委員會 對於一些不良的營商手法 其實現在做了很多 甚至我們那個競爭委員會 對於一些合謀定價 也有規管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在立法會裡面 在等待立法會議員 他應該開了八次或九次會 就是一個法案 就是成立一個 旅遊業的監管委員會 取代了業界自己去監管 因為始終旅遊業 好像剛才 包括鄧先生說的很多問題 如果旅遊業來說 做得不好的時候 其實是會影響香港的商譽 也會影響遊客 也對香港真的不好 所以這條法例裡面 是賦予新的機構 有一個權力 去監管旅遊業業界的從業員 幾條路一起走 這也是在我們四大範疇裡面 最後一段說的 就是必須要提高服務 亦都是透過監管做好這方面 四大範疇裡面 其中有些良點 都說到一帶一路 香港政府也有很多都說一帶一路 旅遊業方面說要支援業界開拓 一帶一路 其實多說一些含意 會是怎樣的 是一帶一路國家來香港玩 還是香港去那裡玩 還是怎樣的 其實兩方面都有 香港人很喜歡去外面旅遊 所以現在看電視節目 很多時候都有說一帶一路原先的國家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一帶一路隨著他們跟香港經貿關係越來越密切的時候 多了人來 加上就是我們剛才討論的時候 香港最能夠令我們在旅遊業得益的就是一城多斬 就是說那些人會先來香港 原來是香港再去附近的地方 但是留在香港 香港作為一個起點 或者作為一個重點城市 這個隨著我們跟一帶一路之間的關係密切的時候 在一個推廣是重要的 譬如我接下來去三月底和四月的時候 我自己和某法局都分別會就著一帶一路的原線 去東南亞國家做一些推廣和訪問 我們都會帶同一些業界 也都包括一些旅遊業的人去 去到那裡都可以推廣香港 香港其實是紫色之間 因為香港可以說是差不多整個亞洲區裡面 基本上在3至5個小時的飛機機程裡面已經來到香港 是一個最方便的地方 所以能夠利用到香港作為一城多斬的起點 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其實也是 解開一點說我們的機場或者我們的空運 其實也是在今次的施政報告裡的一個亮點 就是我們怎樣利用現在我們空港的優勢 繼續去做好一些高端的物流業等等 也是一個可以發展的方向 在一帶一路有很多國家 看到是不是傳統我們認識的國家容易吸引旅客來呢 在一帶一路有些所謂我們以往少認識的國家 中東等等那些 那些現在吸引旅客來香港的情況如何 做到一些成績嗎 其實這個是一個長線的工作來的 所以譬如在我們就近的地方 東南亞是一帶一路的起點 這方面來說在過往十多年之間 他們已經成為香港最重要的雙邊的貿易夥伴 但是再走遠一點的時候 在南亞、中東以至在歐洲來說 其實很多人對香港的興趣是很大的 我記得我出去和很多這些地方去商討的時候 他們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好的門戶 就是他會知道亞太區 尤其是大陸會在東南亞發展得很快 但是他對於內地、對於東南亞認識 有時不及於他知道香港是一個 他覺得很有信心 很容易來到很安全的城市 這些品牌來說重要的 譬如你在旅遊也好 你做生意來說 香港是一個全球最安全的城市 還有他會覺得很有保證的 無論他來開會、談生意 以至來遊客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好 今早上謝謝我們的嘉賓 就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說了旅遊、中小企支援 還有很多對財政預算案裡面的措施 我們在港台電視31和31A的電視直播來到這裡 不過九點鐘之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 我們稍後再談 我們熱線繼續是187231 再一次多謝局長 多謝 多謝大家 本台電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